時刻在手,輕鬆出遊 歡迎來到旅遊頻道,我是旅遊交通部長時刻 今天要分享的是羅曼蒂克櫻花鐵道 火車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最能融入大自然的風景元素 尤其是春天時,色彩鮮明的列車,穿過整排美麗的櫻花樹 風景明信片般如詩如畫的景致,絕對會讓每個人都心動 尊建鐵道可能對有些夥伴來說有點陌生 它位於明古屋附近,達東海道本線經過祈福 約40分鐘可以抵達大園 就是尊建鐵道的起點 從大園到尊建,大約是一個小時的地方火車小旅行 櫻花季節前來,景致美不生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從祈福也很適合規劃 前往河掌村,立山黑步的旅程喔 從Google Map上看看,就更容易了解尊建鐵道的位置了 隨著火車的前進,一路欣賞自然風光與成牌的櫻花 真的是很棒 尊建鐵道總共有19個車站 除了名氣響亮的12號站,古吉口 沿線還有不少景點也值得慢慢品味 從大園到尊建的全線車資是日幣930元 一日乘車券則只需要日幣1600元 搭一個來回就回本了 官網上也有很多優惠組合票券跟泡湯券的套票 只要日幣2200元,真的很划算 不過泡湯館目前休業了 希望能盡快看到重新開業的消息 大家出發前記得去官網瞧瞧 這是目前的時刻表 以地方線鐵道來說,班次還算不少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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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